你知道如何做出成功的問卷調查嗎? 那你有想過你可以從問卷中得到什麼額外的價值嗎? 問卷不只有問卷分析更能比對預測 趕快來試試看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天踏少女獅 那大家應該都跟Google蠻熟悉了吧 那我們平常工作的時候 也常常會使用到Google提供的一些免費功能 那11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要怎麼用Google日曆建議你的課表 那要怎麼跟你的夥伴們分享你的日曆 還有呢要怎麼跟Gmail做整合喔 喂? 欸今天課是幾點啊 你可以傳課表給我嗎? 拜託啦 好好好掰掰 其實不用那麼搞剛啦 Google日曆也可以當成你的課表來用喔 今天的日曆之後呢 我們先建立一個活動 然後輸入課程名稱還有你的上課時間等等 要注意的是這邊的時間 只要選你第一次上課的時間就好囉 那接下來呢我們選重複顯示 還有顯示間隔 那這邊是根據你的課程式單周開 或者是雙周開來做調整 那讓日曆變課表的秘密就在這邊啦 記得呢要選擇結束日期 它才會成為循環出現的活動喔 那絲衣覺得除了當作學生的課表很好用之外呢 當作上班族地形會議的形勢力也是很不錯的招喔 喂 欸我們等一下記者會是在哪裡啊 在幾點 喔那你可以傳給我嗎 好謝謝拜拜 其實呢 Google日曆可以跟夥伴們分享你的活動 讓大家隨時跟上進度喔 那你可以把夥伴們加進你的Google日曆裡面 變成你的共同使用者 將一來呢 大家哪一天要做什麼 然後daylight是哪一天都一清二楚啦 而且呢 Google日曆還可以預防健忘症 那在Google日曆裡面呢 每一個活動都可以設定活動前的提醒 那你可以設定活動前的幾個小時 要在Google日曆上面通知你 或者是發Email通知你喔 欸小姐請問一下我們公司的信有收到嗎 啊 我忘記回覆了 那Google日曆蠻厲害的地方呢 就是它有跟Google的其他功能做整合喔 那只要你說到Gmail呢 又怕自己忘記的話 可以先進入Gmail 然後呢把你的Mail變成工作表 然後再回到你的日曆中 就會看到剛剛選取的Mail變成旁邊的工作表啊 那這邊呢 可以連回Gmail看原始的信件內容 那也可以設定daylight 這樣就會看到它出現在日曆上 那如果你完成就打個勾 它就會從日曆上畫掉 這樣子一來呢 事情是不是變得更清楚了呢 那幾個Google日曆小PayPal你學會了嗎 如果有更多實用的小技巧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別忘記給我們一個like 或是訂閱電探少女頻道喔 掰掰